语法法通过之后 各族相继开办语言推动组织 哥马兰语言推动组织也在23号正式成立 主人感到相当期待 哥马兰语言推动组织现阶段工作 主要分为三部分 主以教学人才师徒制 韩暑假主以学习营 以及统整各地哥马兰语言推动组织 使用状况评估后续推动计划 而年轻的主人也提出不同想法 以音乐或者是一些网路平台 做一些可能 比如说音乐的话 就是主语歌曲的创作 或者是网路的话 就是可能做一些 简单的主语小短片这样子 让吸引我们这一辈年轻人 甚至更小的 对有一个学习主语的动机 根据圆明会统计 目前哥马兰语言 已经列为兵为语言主 族人也期待语推组织 能够担当语言平台 让在各地的哥马兰族人 能够同步学习语言知识 将主语生活化 原事新闻找了北朝联风兵采访报导 母带当语言知识 次提供应该训言辑 我都不担励点 我们算训尼